菜丝 菜丝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菜丝镜头 或者菜丝的东西 今天这个视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一个 菜丝 应该是菜丝ZM Viewfinder 或者取景器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F18 然后有T-Dot F18 T-Dot 可以看 可以看里面 看不看到 好 应该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里面取景器 我把它放在这里 看到吗 取景器 这个就是菜丝的取景器 抽过里面看我 好 你猜这个是多少钱 你猜这个是多少钱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刻度 减3 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电子东西 然后底下写的是 Made in Japan 这个就是F18 它有几个版本 我看一下它有几个版本 对它有几个版本 它有25 18 这个S8 所以这个有什么用呢 最后我再讲 讲价钱 这个有点 磕到了 这个有什么用呢 因为当你有 莱卡的相机 或者讲 轴旁相机 Viewfinder 因为它不是单反 所以你所看到的取景器 旁边的取景器 当你用广角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就不是你所拍到的 就比如说你不知道如何取景 因为这边它不是广角 这个是18的广角 所以你不知道真正抛起来的效果 因为它后面 也没有 这个是 这是M6 所以它不是数码相机 后面你是看不到 如何取景的 这18是很广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就帮助你 如何去取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取景之后的效果 当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所以用这一边去 去对焦 然后用这个去取景效果 你可以看 所以这一个就是对焦 对焦点 然后这一个就是取景点 所以这个作用就是放在 莱卡相机上面 做取景用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价格 400美金 400磅 4000到5000人民币的 一个取景器 这是什么价钱 这是一个镜头的价钱 但是你只是买一个取景器 真的是太贵了 不过不得不讲 这个取景器贵在哪里 就是它镀膜 当你看着取景器的时候 可能在我用过那么多取景器里面 佳能 你看等等取景器 这个取景器是我看到最亮 最大的一个 你这边都有兴趣 最亮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最亮 最大的一个 可以看到 就它里面的那个景深 好像的确是很爽 而且它的颜色 它的各方面 从这个看起来 如果这个放在蒙 安全 猫眼 来做猫眼 这个绝对值了 猫眼真是太 这个 我这个猫眼太贵了 这来做猫眼 你看出去的时候 哇 真的是 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里面就是一个小 小孔 所以这个取景器 可能是我看过最贵的取景器 这个就是蔡司 F18 这个取景器 大家看 这个取景器 F18 可能是我 真的 真的是我看过最贵的一个 的确是很舒服 但是我是觉得 有点贵 但是你买得起来卡的话 你看 你换不同的镜头 广角镜头 35 25 你看有不同的取景器 放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 就这样子 你可以取景 然后知道 怎么取景 然后就对焦 然后取景 对焦 这个就是 来卡相机 它有几个版本 我看其实它有一个是 它有15 然后 有25 28 21 18 4个 分别是349.99 就350英镑 就差不多 4000块钱人民币的一个取景器 15是最广的 15是最广的 18 所以如果你用 Volanda 弗仑达的 15 12 10 太广的话 是没有取景器 教你怎么取的 可能你根本就不用取景器 你直接按按快门 所以这个 以前在弗仑达的时候 他们就用这种取景器 帮助你去取景器 这个使这个相机 完整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很贵 我是觉得很贵 4000块钱 选一个镜头的取景器 还不能拍照 这是给你去取景 看到吗 这个就是取景器的效果 取景器效果 所以这个视频 当我在YouTube上面看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还没有 录制这个取景器 可能太贵了 或者没有人 应该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去买 如果换成你 你会不会是买 但是 真的很爽 看它真的是很爽 这个是我看过 可能最好的取景器了 在现在 但是取景器里面 什么刻度都没有 只有一个框框 然后上下左右 就是有个白线 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是 菜丝透明的镀膜 或者菜丝镀膜的功力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取景器里面 的确显示出来了 卖的挺贵 很沉重的一个东西 没想到那么贵 没想到这小东西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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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录制视频 跟大家分享 好了 不说了 该回家了 下次有趣的再见 拜